你可能不知道 打骂教育只会让孩子更不听话 在《教出孩子的行动力》一书中 作者佩格·道森博士及理查·奎尔博士提到 对于三到六岁学龄前孩童若使用应价用语来进行教导 不仅孩子未来面对到问题时更会懂得解决 同样也会比同年级的孩子来得更成熟至于什么是应价理论呢 指的是在适当的发展阶段 为孩子提供解说及指引 并且提出问题来进行引导 换句话说 就是为孩子提供刚好可以成功的支援 把重点放在让孩子了解关系 连接的概念 将旧的知识及新的知识进行串联 如果孩子长期受到这方面的训练 就能够越早袭的创新计划或组织架构的能力 甚至这些知识也能成为后摄认知的支柱 执行较为复杂的层面 进而运用思考并解决问题 然而有部分的孩子长期受到打骂教育 逐渐也会对解决事情的态度 从尝试解决变成放弃跟怠惰 相比下来透过阴架用语下 被教育孩子解决问题 则会成为他们潜移默化后的技能 看完之后 你觉得家长应该用打骂教育 还是用阴架理论引导呢 麻烦下面留言让我们知道